大家好,我又来了 我原本以为13集能把12集的剧情逻辑这种问题给解决 并且狠狠打我的脸 结果脸确实狠的打了 而且直接给我打肿了 我就想问这两集是不是换剪辑师了 19线在12集就暴露出来的一个剧情逻辑性的问题 在13集就彻底爆发了 第一,兄弟们想一下 13集中还有谁记得12集片尾黄毛偷钱的这样一个事 第二,和解的时候送了S加1礼物 并且说你之前的坏了 这一段我看完我人都傻了 完全不清楚他们在说什么 难道是剪辑师忘记了一些铺垫的素材吗 这个问题我在豆瓣小组里询问了这部剧的剪辑师 剪辑师的回应是 你说的这些内容后续会有展示 小组里这个剪辑师也回复了另一位人 剪辑师回答不用解释了 后面你就懂了 如果这两集用的是倒序 那也是完全不符合剧情逻辑的 我认为从前期剧本架构到拍摄 这里都没有考虑使用倒序的手法 而是后期的时候进行修改的 为什么这样修改我也不清楚 但是我相信都能看得出来 这种修改是好是坏 为了剧情节奏加快赶进度 完全抛弃了故事的逻辑性 前后矛盾 用豆瓣一位用户的话来说就是 一九线莫名其妙的搂在一起 莫名其妙的和解 莫名其妙的挽留 莫名其妙的鸡汤 导致莫名其妙的剧情 大家都能看得出来 零八线和一九线演的都很好 这是导演和演员的努力 我昨天还说呢 十二级十三级连着看 说不定就能让这种逻辑性的错误被掩盖 我没想到不是一减一等于零 反而变成了一加一大于二 这种剪辑说法只会让观众觉得一头雾水 就算你后面再解释一遍也无济于事 如果在前期剧本架构中就想好使用倒序的话 那我打个比方 你看一段故事 看的时候中间没有任何的突兀和奇怪的感觉 但是看到结尾才知道 原来这一段是发生在另一个时空或者时间 有一种恍人大悟的感觉 诺兰导演的电影很多都是使用了这种手法 比如盗门空间 但是穿越火线这两集 就属于素材上的不配合 因为拍摄的素材并没有采用倒序的手法 而是后期强行去改变了前后的顺序 所以导致现在这种观感严重拉滑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剪辑是说13集以后全程高能 结果13集的高能就是搞黄色 如果这部剧在10集之后 所谓的高能全部都是类似这种搞黄色 擦边球的来拉话题性 来吸引人的话 那么后期的评分绝对不止7.8 掉到7.5都是乐观 而且因为前10集很优秀的情况 前10集不算11集 12集13集开始剧情的割裂感觉越来越严重 让我感觉和前世纪不是一位剪辑师 难道换剪辑师了吗 昨天有人说第一集也删减了十几分钟 虽然节奏变快了 但是丧失了部分的人物塑造 我认为这完全属于杀鸡取乱 一味的为了剧情节奏进度而忽略了故事逻辑性 那真的要搞开递走 13集还有很多问题 比如击杀土标 这种错误也不止犯了一次 只能说明后期完全没有认真审核 和前10集一些小细节能看出来明显的差距 我还是那句话 希望今天的14集能打我的脸 用堪比诺兰导演的时间流手法 把这两集的漏洞填上 可能是前10集给我带来的观感太好了 这12集13集突然的像滑让我觉得有点 还是希望之后的剧集能够改善吧 我在B站都是年根 这两天一天制作一个视频 干都要裂了 求个一键三连 谢谢